咱们就说现在这些捐款的这个投资的人 和当初莫妮卡你们捐款的人能比吗 能相提并论吗 是不是 一个是情怀 一个就是要偷鸡脚把 对不对 想翻利润 想一页成富 成报复 都是他妈的 讲句不好听的话 都是想不劳而合的穷鬼 你看那有钱的谁去干这事 谁信呢 是不是 你们被骗是活该 应该的 就让你们买点学费 交交智商费 再给你们交点情商费 知道吗 所以你们谁也别怨 我就喜欢天津大姐这样的 实在 我们天津人实在 错了就是错了 谢就是谢了 不对就是不对了 不像有的人 这个还得在这 立牌坊给自己 本来就是投资 还要说自己是情怀 你他妈哪来的情怀 你他妈的连 连他妈王岐山都不知道 你他妈的反共 开什么玩笑 把自己他们标网的跟他们添蛾似的 真他妈恶心 然后你们还是一个团伙的 这个黄河边也说了 这个你们一个组团 这个外国的军团在说美国的事 为了什么 为了逃避 法律责任 美国的军团 美国的人给你们这些外国的军团人输送材料 让你们说 他们怎么不说 他们敢说吗 吓死他们 对不对 什么 这个朱万利 鸭蛋姐 还有那个良知觉醒 都在外国吗 对不对 一个在新西兰 朱万利在新西兰 这个 良知觉醒在智利 这个鸭蛋姐在日本 你们怎么 美国那么多人才呢 那么多挺锅砸锅的人呢 你们继续啊 为什么你们把 所有的这些美国 关于美国方面的东西 都让外国人说 为什么 你们不敢说 你们逃避法律的规律 规避 知道吗 完全 美猴王你们都是一个团伙的 你完全可以让美猴王说啊 美猴王你怎么不说啊 不敢说 让他们朱万利去说 早就看出来你们是串通一气的 早就看出你们他们团伙的 连他们谁都说了 黄河边都说了 我们组团出现了内讧 活该你们 你们他们就没安好心 就想他们 抢胜利果实 看着文贵 不行了 你们就在那七踹八踹的 恶心不恶心的 你们弄点漂亮点的 让别人看不出来 对不对 我先声明我没当过蚂蚁一天都没当过 对吧 我砸锅也好 不砸锅也好 我不跟你们站队 还第一天到晚 我们号召砸锅的人 屏蔽他们 屏蔽他们 不看他们的 让他们没市场 你不是跟蚂蚁的做法一样吗 不是你当蚂蚁的时候就这样的做法吗 美猴王 是不是 哎呀 不要再到处丢脸了 真丢脸 我跟你讲 是不是 我砸锅是我兴趣所好 我看着哪不对 我也就砸 我连唐瓦桥我都砸 怎么了 说的话不对 我就得说 怎么了 我就看谁不顺眼 我就跟谁说 怎么了 所以不要在那拉帮结伙的 每个人都是成年人 自己怎么定 怎么决定 怎么来实施自己的这种 行为 那是自己的事 不要再拉帮结派了 走了一个郭文贵 然后再出现一个李文贵 张文贵 是不是 这个唐汉昨天还说 哎呦 我这两年爆料 我就不爆了 怎么怎么 我胜利了 来得太快了 什么叫胜利在哪呢 你给大家说说胜利在哪呢 是不是 文贵抓起来了吗 对不对 还有一点 你们不要做一个 什么郭骗子 又一个郭骗子 法庭都没骗 派人家是骗子 你凭什么叫人骗子 对不对 法庭文件有吗 郭文贵说了 你是法院 你是法官 对不对 咱们在 已经在了这个民主国家了 对不对 我们要有普世价值 你不能把这个普世价值 光要求别人 不要求自己 是不是 所以啊 平心而论 我是希望 乐见 你们 不是你们 乐见郭文贵 自己玩完 其实不是你们 咋的问题 是郭文贵 自己露馅 自己玩的不好 自己傻 还有弄了一个 这个王彦平在后头 没有一个好的帮衬 他真的是 自己玩咋的 不是你们 把他弄咋的 知道吗 别 那个什么了 我都懒得说你们 哎呀 哎呀 行了天津大姐 我是第一次在你这发言